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维基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 向量场的定义域 现在来谈Domain定义域 从单变数的函数来说起 定义域其实不一定说 一定是在所有的实数都有定义 在一个函数来说 比如说像这个 如果说F of X等X分之一 那么我们在X等于0的这一点 就没有定义 除非特别要讲 那么一样的道理 我们对向量场来说的话 这是向量场 这是第一分量 第二分量 第三分量 相同的状况 那么我们有一个最低的要求 最低的要求是什么呢 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一个open set 第二个 我们要pass connected 就是要路径连续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向量场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那么我们就对这两个大概做一个解释 什么叫做open set呢 open set 就是说一个集合周边是没有它的boundary的 没有它的这个边界的 就叫做open set 比如说像这个圆 这个圆的话呢 如果等于1代表是一个单位圆的圆的面 就是在它的边缘而已 小于1就是在圆内 那么有没有边缘呢 因为它没有等于 所以它是内部的 那么周边我们用虚线来表示 这个就是open set 那么同学问说 为什么要定义在open set里面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向量场 这个向量场来说的话呢 就像是比如说是一个流体 我们基本上来说 在水流的状况 这是假设是一个游泳池 基本上我们不会在这个边界上面做定义 我们只在内部 这个向量场的状况 向量场只是在内部 所以我们习惯上来说 在open set里面定义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 pass connected set 就是路径连续 什么叫做路径连续呢 很简单 像是这个集合 黄色的部分 我们任意的找两个点 是不是都可以找得到一条线 结在一起 任意的找到两个点 两个点 我们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 一定可以找得到一条线 那么这边的话来说 我们就发现 这个不是pass connected 为什么呢 因为它接不过去 没办法接过来 中间的话呢 没有接在一起 所以它没有路径连续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路径连续的集合 这是我们的最低的要求 我们的向量场 也需要是在定义在这种路径 路径连续的一个 domain的内部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介绍 刚刚那个叫做 pass connected set 这个是connected set 就是连续 连续跟pass connect 是这个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连续是这样说的 如果说一个封闭的曲线 在进行的收缩 它可以收得到一点 那么这个点 也仍然属于这个集合B的 这就是所谓的connected set 像是比如说这条线 你看到这个是封闭的曲线 它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收到一个点 我们发现这个点 还在这个里面 一样的 所以我们很确定的 像这个 就是连续集合 那这个呢 刚刚我们说 它是pass connect 就是它是什么呢 它是路径的连续 路径的这个连续的 但是它有没有connect呢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这条路径是一个封闭的 然后收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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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后面 说不到一个点 那它就不是连续集合 也就是说连续集合 讲简单一点来说 它内部不可以有洞 如果有挖了洞 或者有任何一个点 是洞的话来说 它就不是connected set 这点来说的话呢 同学记得就可以了 我们谈到这个domain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来回到了 有一个议题 就是保守场跟旋渡的关系 conservative field 这个这种 像这种的话呢 这种是保守场的话来说 那么它在 它在是定义于是 在这个connected set的话来说 这个保守场跟旋渡中间是等价的 那同学可能不是很了解 我们再说一次 我们在前面曾经证明过 只要一个向量场是保守场 那么旋渡可以证明它一定是零 但是旋渡是零 是不是一定就变成保守场呢 告诉各位同学 是不一定的 我们必须要要求 它是connected set 更强的一个限制 如果说它只是pass connected set的话呢 就是只有是入境连续的话 就算是旋渡等于零 它也未必是保守场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暂时不去做一个正面的证明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反例 给各位同学看 旋渡等于零 它并不是保守场 好 我们来看看一个例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个向量场 它的旋渡是零 但是它不是保守场 来我们来证明一下 给各位同学看 旋渡是零 很好证 怎么证呢 我们就对它 就是跟del来做一个close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这个del写出来 证明旋渡为零 这个是我们的gradient 就是del 连续写三个 再来写三个 好 xyz xyz 然后这边有三个 三个这个component 我们把三个的话呢 就把它写下去 对应下去 123 123 123 再来 123 好 然后再来就是 消掉两头 打三个差 来 第一个差 零 扣掉这个 z对这个来偏尾分 我们发现 这个是零 这边完全是零 第二个 z对这个偏尾分 完全是零 它跟这个z无关 这边是零 最后一个 对x来为分 这个有 这个对y来做 来我们来计算一下好了 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计算 这个是 这个 对x来为分 下面平方 上面为下面不为 减掉上面不为 下面为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这个 再过来是 这个部分 这是相减的 我们发现 这个为分是什么 发现是这样子的 为分 对y来说 底下平方 上面为是负1 下面的话照超 再减掉 上面是负y 再变成加y了 底下的话呢 是对y为分 是2y 所以综合起来 我们发现这两个的话呢 去做一个相减的动作 发现也是0 所以它是 0 0 0 旋渡为0 这个没有问题了 所以他们的话呢 这个我们肯定的说 这个向量场 它的旋渡是0 好 那现在我们来证明 它的话呢 不是保守场 那么怎么证明 它不是保守场呢 我们要知道 如果说是保守场的话 我们是与路径 无关的先积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积分 在一个封闭的区域 它将会变成0 那么我们来考虑的是什么 证明不是保守场 我们考虑一个单位员好了 在一个单位员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证明 它的限积分 是不是0的 照说 如果说保守场一定是0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积从这边 从0开始积 积到一圈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注意的是 我心里已经有底了 这是个跟原有关系的 我当然是要采用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不能够写0到2排 但是我们这边心里有底的话呢 是 X是cos θ Y是sin θ 我仅准备要使用极坐标来做 因为跟原有关极坐标来说 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们知道了X跟Y了 那DX就是 -sin θ D θ DY一样 我们的话呢 做出来了以后 准备把这些都带进去 然后我们的θ 是指的是0到2排 这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是先写了 好 那现在我真的把它带进去了 我发现这个是多少 是1 这个是1 这个简单 因为X平方加Y平方是1 -Y把带进去 我们发现-Y是 -sin θ DX是什么 -sin θ D θ X是什么 cos θ DY是什么 cos θ D θ 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算式 什么算式呢 这个是sin平方 这是cos平方 加起来就是1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基本上就是多少 就是 就是 2排 2排是不等于0的 如果不等于0 我们从这边积分过去 这样的 积一圈 不等于0 它就不是保守场 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子 curl等于0 但是它不是保守场 所以 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问题是出在 我们定义的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 这个 00的这一点 怎么样 不在定 我们定义内 所以它不是一个 connected set 它只是一个pass connect 的set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 它的条件不对的话呢 就 我们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 就是向量场的定义域 那么 这个定义域的这个地方 其实同学的话呢 可能都不是很喜欢去 看这个 这个部分的内容 其实的话呢 这个定义域就像是 一个 一个树的一个根一样 其实啊 我们喜欢看的是什么呢 后面的结果 是漂亮的花跟叶 那么其实定义域 这根是最重要的 没有根 就不会有那样的结果 那么我们再次的强调 我们向量场的定义域 基本的 要求 就是要open 还有一个pass connected 再过来 我们的保守场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curl一定是零 还有一个 顺便跟各位同学说 它的散度也是零 这个来说的话呢 都顺便跟各位同学说一下 但是旋度是零 就不一定是保守场 需要加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我们的domain 为connected 才可以成立 我 优独播